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心儀 今天是週五提醒您下班時間了 外面還是非常的冷 如果外出的話 一定要記得多加件外套比較保暖 那麼也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持續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討論最新的新聞話題 今天新聞首先 我們先來關心國際的重大消息 也就是以哈衝突目前的狀況 我們知道哈馬斯再度對以色列 發射了所謂的火箭彈 這也讓台拉維夫的空行警報又再度響起 而且現在也傳出哈馬斯呢 在海外大舉征兵 而且鎖定的就是黎巴嫩 聽說他們要成立所謂的洪水先鋒隊 而根據美國掌握的情資 其實在以哈衝突爆發之後呢 哈馬斯在國際間的形象 由黑翻紅 他也擔心 這可能會再助長國際恐怖組織 以色列台拉維夫周四 再度響起空襲警報 空中傳來鐵胸 攔截哈馬斯火箭的爆炸聲 法國上議院的議長拉瀉剛好訪問當地 空襲打斷他跟以色列在野黨的會議 趕緊轉移到避難所 幸好這波空襲沒有傳出傷亡 哈馬斯至今還是有能力發動火箭襲擊 甚至打算在以色列北方鄰國 黎巴嫩招兵買馬 成立名為阿克薩洪水先鋒隊的武裝力量 傳出許多黎巴嫩人義憤填膺想加入 但是統治勢力卻極力勸阻 聽得出對哈馬斯心有忌憚 這是因為哈馬斯在國際間的影響力不減反增 就連美國的情資也提出警告 畢竟哈馬斯仍是西方國家眼中的恐怖組織 沒有想到加薩死傷卻引發國際同情 扭轉哈馬斯的負面形象 歐盟本月初也提出警告 耶誕假期要特別當心恐攻風險 T.R. 宣布島 好 先前以色列入侵加薩的時候 也被外界痛批怎麼會攻擊醫院呢 而現在其實在北加薩的阿萬德醫院 他們的院長終於就坦承了 其實他跟數十名的員工 早在2010年的時候就已經加入了哈馬斯組織 而現在以色列又在北加薩 發現了一條哈馬斯的地道 這一條地道據稱呢 他是可以通往哈馬斯領袖辛瓦 身邊一個重要高官的住所 但是到現在辛瓦還是不見蹤影 以色列士兵圍住瓷磚地板細細觀察 因為這裡又是另一個通往哈馬斯地道的暗門 一掀開馬上有螺旋梯 另一個地道則是用垂直階梯往下 同樣別有洞天 從梭石攝影能看出地道挖得很深 走到底部還能看見十字路口 設有哈馬斯監視器 轉彎後還有防暴門 至於螺旋梯的地道根據以軍說法 是通往哈馬斯領導人辛瓦 世衛官的秘密住所 地道位置就藏在加薩城 巴勒斯坦廣場附近的學校 哈馬斯在拿學校名宅當掩護 就連左手邊的一個停車場也是偽裝 有挖到一半的地道入口和滿滿的建築材料 最擔心這麼多的地道都只是冰山一角 也無法百分百確定領導人之一辛瓦 是否還躲在其中 這是以軍先前搜索北加薩阿萬德醫院的畫面 這間醫院的院長之後坦承自己和數十名員工 都是哈馬斯 您是否在哪地下地? 嚴重了你 這是哈馬斯教署的原因嗎? 這是一種建築的關работ機構 而當中。 在同一年,南加薩拉法地區的醫院附近 也還不平靜 軍又對該區展開空襲 现场民众惊慌逃窜 许多人受伤送医 尽存民众在惊恐中求生存 继续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就连小孩都得拿锅碗瓢盆 大排长龙 领取勉强能冲击的食物 加萨人期盼二次停火 但目前看来 以哈还没担当 以色列烦恼怎么救人 对内也还有其他 要面对 בשעה 24 明天 יותר من 9 שעות אחרי שחדרו לי וערים מאות מחבלים שכונות שלמות בקיבוץ עולות באש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 最近播出纪录片 访问十月七号 突袭当天 幸存的 被里屯 肯区 军民 有人指控 以军当天 根本状况外 在人质 还在现场的情况下 胡乱用坦克开炮 幸存 民众指控 以军当天的行动 缺乏指挥 措施 关键的救援 两机 受以哈 战争影响 红海商船 频频 遭 夜门 判军 锁定 迫使多间 海域公司 决定 绕道 成本 大幅 判升 美英等共十国 现在说要组成 海上联军 守护安全 不过夜门叛军 还是继续挑衅 呛瞎若敢对 他们出手 必定 报复回击 铁新闻 综合报道 受到入冬 首波寒流影响 来看到的是 在日本海 从北到南都 受到暴风雪的侵袭 尤其是北海道 这公车一停止 就是五天 而另外在南韩呢 来看到首尔的 体感温度 居然只有 零下25.8度 这也让民众说 感觉好像是 在冷冻库里面 南韩街头民众 包得紧紧的 厚重羽绒衣 全部穿上升 因为实在太冷了 全国各地都出现 摄氏零下的 急动低温 周尔也冷到令人受不了 温度下滩到 十四度 但由于寒风 正正刮来 体感温度 竟然是零下 二十五点 八度C 居民都说 很像受困在冷冻库里 甚至还传出 多地的水表 冻到坏掉 不止如此 但是附近海上的風浪主義部和 風浪主義部 下降了 前二十月以來 有客線運行 通過了 低溫又暴雪 南韓中央災害安全對策本部則 宣布繼續維持在二級緊急狀態 至於日本 同樣遭遇今年入冬以來 最強海流侵襲 從北方的北海道道 南方的九州 通通受到暴風雪襲擊 知名景點 岐阜縣白川村降雪量高達52公分 變成一片銀白世界 連日降雪更是在北海道 造成交通大亂 當地的積雪量 已經達到往年的三倍 路面被厚重的白雪覆蓋 有軍民因為公車連續五天停駛 甚至連去醫院看病都成問題 叫個計程車都得等上一個半小時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剛剛看到 日本跟南韓都受到寒流的影響 他們都下起了大雪 我們今天線上也邀請到 旅居北海道的台灣人 周麗婷來到線上 幫我們分享 麗婷你好 那你好主管好 好想要請教麗婷 因為日本氣象體也形容 這個寒流是日本 10年來最強 因為像是連南方的九州 都好像有聽說有下雪的狀況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形容呢 那這一波寒流 有沒有造成哪一些比較 罕見的狀況 呃是沒錯 這一波寒流其實真的滿強烈的 那其實不只是在北海道 我覺得應該是從全日本的天氣來看的話 會覺得感受更明顯一些 因為呃北海道其實平常就滿冷的 所以其實呃老實說對大家來講 好像氣溫上的感受沒有對比那麼強烈 但是呃其實像九州地方 就是他們那個今年啊 降雪就大概比平常來說 提早了一個月 初雪就提早了一個月 然後像今天的話 我早上有看這個新聞 它積雪是有7公分厚 所以說呃今年這一個 呃就是這幾天這個寒流來說的話 感受上是真的滿呃來得措手 不及對呃像九州這種平常 可能雪量沒那麼多的地方 那我也有聽說在那邊住的人 他們可能就是因為突然下雪 而且雪還下的滿大的 所以他們就必須呃去準備這種雪具 就是所謂像我們北海道 大家一定都會有的雪靴呀 或者是防滑的一些裝備啊外套 他們就得趕快去找那什麼冰爪 什麼來就是應付 對所以就是還真的是來的 來的還滿突然的 那那因為其實在北海道 昨天也有出現零下24度的低溫嗎 這真的還滿低 因為其實我看好像也有滿多 學校是停課的 所以想要請教麗婷哦 這幾天 你剛剛說雪真的還下的滿大嗎 對生活有沒有造成 哪一些比較不方便的影響呢 呃對回到北海道的情況來說的話呢 因為其實我是住在佳皇市區啦 所以當然呃那種 比如說停課的狀況是比較沒有這麼嚴重 但是呢 像是以北海道人來說的話 這種像電車停時這件事 基本上大家都會有一個到冬天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提高警覺 因為只要雪一大起來就是很很有可能 隨時停時那就是隨時會公告說 欸現在哪一個線就是延遲或者是停時 那呃以早晚平時的溫度來說的話 其實呃比起去年同期 我說今年的話算是暖冬 那當然大概前兩個禮拜看起來的話都有零度左右 那這兩天真的就是有突然稍微轉冷一點 那就是呃大概-8-5度左右 體感上的話大概就是-9左右吧 零下9度左右 那雖然說這樣聽起來大家 可能台灣的大家會覺得很冷 可是其實 跟去年比起來已經算很溫暖了 像今天白天一度有到好像零下兩度嗎 哦就是跟朋友說哇今天很溫暖 哈哈哈哈 那但是呢就是因為這樣忽冷忽不冷 就是呃有時候會跨越那個零度 所以地上的積雪呢融了又結冰 融了又結冰 最後就會變成一個大型溜冰場 所以這對我來說我覺得生活最呃困擾的事情就是 因為真的太滑了 我這禮拜已經滑倒兩次了 哈哈哈哈 對啊所以其實就感覺這應該是 對我最切身的一個不便 對 沒想到就是這個零下這一兩度 我們聽起來這麼冷 原來對北海道的人來說 他其實是習以為常 而其實就像力婷剛剛講的 今年是屬於所謂的暖冬 因為其實像2019年的時候也是暖冬 那時候在北海道呢 就有發現說 棕雄獵捕的數量創歷史紀錄 因為他們東眠的時間也相對往後延 而且菜價也不斷的波動 想起像力婷 今年有沒有發現也有這樣的狀況呢 關於菜單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可以從今年夏天的時候就 來開始講 就是因為夏天的時候今年 哇北海道的夏天也是超級熱 因為平常啊 我們北海道的租房的話 不太會有冷氣的 因為我們最熱頂多也就一個禮拜 那結果今年呢 夏天熱到 我是身為一個台灣人我中暑 然後 就是我去買菜的時候 會發現很多菜是買不到 不然就是比平常漲了大概50到100日圓 那超市就會貼一個 就是告訴說因為天氣也熱的關係 產量變少 那到了現在冬天之後呢 雖然說就是 價格浮動沒有說太明顯太劇烈 但是真的菜的種類就是 供貨比較不穩定 對 那至於說熊攻擊的部分 真的是 今年因為這個冬天 這個天氣實在是太難捉摸了 那 真的今年暖冬 所以那個熊冬眠的時間也比較晚 那他們就 呃 可能要找食物 他們要吃飽才能睡嘛 所以 就最近還蠻多這個熊攻擊的事件 包含 前兩個月 有一名就是北海道大學生 他自己去登山 然後就 就是不幸被攻擊就 就身亡了這樣子 那其實不只在北海道的種熊 其他地方包含 呃 東 東北地方 的熊 也就是 就出沒在比較 呃 人聚集的地方這樣 所以 連電視節目都有特別做一個特輯 就是告訴大家說 今年就是熊襲擊的事件真的蠻多的 那 呃 去告訴大家說遇到熊 要怎麼辦 或者是說 提醒大家要注意有這個樣的狀況 這樣 嗯 那這個我要幫觀眾朋友示好 還有我自己也非常好奇 要問你這個問題 就像這麼冷 雪下這麼大 你也說一直滑倒 那 他說 好奇北海道人這時候的休閒都是什麼呢 休閒啊 啊 就是 所以北海道有一個最 我覺得最 最好的地方就是車站附近都是地下街 那地下街非常溫暖很熱 就像我剛才從地下街回來我身體裡面都汗 那再來就是滑雪了 嗯 了解就是逛街滑雪就是北海道人冬天比較長的休閒娛樂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麗婷 今天來到線上幫我們進行分享 謝謝麗婷 謝謝 好的我們來看到的是入東首波寒流 當然 台灣也感受很明顯 而太平山在今年也降下了入東的第一波的降雪 狀況如何呢 帶你來看 來到太平山當然要搭乘蹦蹦車 尤其啊這一次剛好碰上雪景 你可以看到這裡來說真的是非常的美 宛如是仙境一般 讓手機拿起來就拍個不停 搭太平山蹦蹦車沿鐵軌 看到樹上頁面都結冰 每輛蹦蹦車都在將近百位旅客 一路上欣賞白茫茫雪景 還有旅客來慶祝結婚週年 很幸運今天剛好是最後一站 我們這次環台旅行也是慶祝我們 估計30週年紀念 剛剛呢我們是坐在蹦蹦車上 而現在已經下車距離3公里遠的茂星車站這裡 一個多小時車程來到茂星車站 到觀景台上開心拍照聊天 但也有人繼續上到翠峰湖步道 白雪世界更加壯觀 山上緯度高 天氣也更冷 衛生衣 毛線衣 羽絨衣 小的羽絨衣 還有大的羽絨衣 這樣才四件而已 我覺得今天的行程也是差不多啦 因為真的很冷 在翠峰湖步道這邊呢 溫度是比太平山莊還要低 因此以往我們看到在這裡 會有很多人直接就把露營車開上山 來這邊等雪 不過我們現在這邊可以看到 完全是沒有任何一台露營車的 以前在翠峰湖上很多遊客 來偷偷露營 不過這裡一直來都是禁止露營的 這次因為下雪又更嚴格加強取締 不過美麗雪景要看要快 水氣上是明顯的減少的 所以今天只有東半部大海北 有些零星的降雨 雖然最冷的時間已經過了 但是溫度回升的幅度 還是比較慢的 目前寒流持續減弱 但入夜後還有第二波低溫 氣象書也說週五晚上到週六 清晨還是很冷 週六白天雖然有小空檔 週日晚上又有一波大陸冷氣團 週日氣沉是最冷 不排除北部空曠地區 出現10度11度低溫 特別新聞 張環謝謝文翔 SNG小組 宜蘭採訪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 中國大陸在這一波低溫的狀況 現在看起來有緩解了 下午開始雨水也變少 而且氣溫也稍微有點回升 從下週開始 甚至部分地區回溫的溫度 可以來到10到20度左右 遊客嚇到驚聲尖叫 因為好幾頓重的挖土機 就跟溜滑梯一樣 迅速衝向人群 大陸湖南風景區 由於道路結冰 導致挖土機失控衝撞 結果一名女子閃避不及 當場被撞傷 狂風呼嘯 大雪紛飛 路邊每輛車 都覆蓋上厚厚一層雪 不只山東微海 出現一片極地景象 位於東部的文登區 積雪深度也超過74公分 打破當地和山東省降雪 歷史記錄 插戒子 沙髮是 都是血 這位仁兄出門 忘了關窗戶 結果一回到家 客廳和廚房 竟然積雪成災 這類東北居民的雪國日常 現在連南方民眾 也感受到了 那像我手邊的這條小河呢 像我手上的這個石塊 丟上去 基本冰層也不會破裂 雖然陽光普照 但寒風嗖嗖 刀刀刺骨 迎來四十年最冷冬天的上海 二十二號清晨 市區氣溫零下四度 郊區零下七到五度 再度刷新下半年低溫記錄 前一段時間 十一月份的時候天氣感覺到 根本不像近冬天的感覺 這一下子冷了 這人體就感覺到有點吃不消 寒潮天氣發威 瀋陽出現零下二十八點二度 創新低 另外蒙古呼和浩特二十九點一度 也打破一九五四年的 零下二十九度歷史記錄 中央氣象台統計 今年冬至前九天 大陸全國均溫 比往年少了一點二度 幸好冷空氣逐漸減弱中 後期我們將會迎來一輪大回暖 那東東部很多地方 今後一周時間的這個回暖力度 可能達到十到二十度 氣象專家預告 除了中東部還會再冷三天外 未來幾天 中國大陸全國天氣 將渴望大幅反轉 TVB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剛看到 中國大陸受到這一波冷空氣影響 真的感覺蠻冷的 那我們今天中國觀察 我們也邀請到特派記者 韻文來到現場 幫我們分析韻文好 是 大家好 晚安 好 韻文想要請教 因為這一次中國大陸的冷氣團 寒流影響到他們 那相對來說比較南部一點的廣東 先前上一波上週 他們有一種一夜入冬的感覺 這一次是不是感受也蠻明顯的 應該說這一次是比上一波 寒流更加的明顯 今天是冬至嘛 麻煩說廣東的冬至 今年呢是史上最冷的一個 廣東的冬至了 我們居然看到這張 2Key看得出來是 在上一波寒流的時候呢 當時是上週日是12月17號 當時呢在廣東的北部 就是韶關跟清遠地帶呢 都降下入冬之後第一場雪 然後呢在市區的深圳福田 是來到了8.8度 不過呢第二波寒流發威的時候 就是12月20號 就變成的是晴冷的空氣 那大範圍的都是低溫跟冰凍 並且在廣東的這個北部 跟株章三角洲北部的縣市呢 都出現是2到5度的低溫 再來是昨天這個廣東北部的地方呢 就是來到是0度到4度 而且高寒的山區 是來到了零下4度到0度 看到這地方這個零度線 最低氣溫零度線 已經是南壓到華南 嶺南地區了 來到廣東的北部 都出現到了零度 這樣的一個情形出現了 那在今天來看 今天是呢 這今天的廣東北部這個地方呢 氣溫是更低了 來到是有這個 零下1度到3度左右 而且在山區是零下5度到零下1度 甚至呢這個在市區的深圳這裡的最低溫 是來到了7度 是比上一波寒流還要冷的情形了 是的確 有這個感覺好像真的滿了 因為我們大家印象中的廣東深圳 相對來說感覺是比較溫暖的 對而且比台灣還要南部一點點 是的確是還要在南部一點點 那麼其實接下來耶誕節快到了 很多人可能有出國打算 也有人可能覺得 近一點想要到香港來過耶誕節 想要請教韵文 香港今年耶誕節是不是會非常有冬天的味道 應該是滿有feel的啦 我們就來看到說這個地方 香港呢在山陣旁邊呢 在香港地方它其實同樣也很冷 而且呢氣溫是跌破了10度的低溫了 我們就來看到呢 就是因為這個季風影響之下 華南沿岸整個都是多雲乾燥 而且天氣寒冷的情形 白天的最高氣溫只有12度 所以在華南地區香港的最高溫只有12度 是白天的情形 那再看到是根據了香港的天文台公布 他們預估呢本周末就是耶誕夜 平安夜的時候會持續是寒冷的天氣 預計會到下周的中段氣溫才會回升 所以同時呢香港是發出了這個寒冷的天氣警告 在高地可能會有結冰的情形 以及呢會有強烈的這個季後風的訊號 是吹這個偏北風甚至到裂風的程度 以及呢他們是發出了紅色的災害危險警告 所以看得出來他們認為這波寒害可能會蠻影響會蠻大的 那我們就看到在今天的清晨 這個香港的最高峰大茂山 又稱之為是大霧山 它的海拔是不到1000公尺的 只有957公尺 但是已經是來到是零下1.4度的氣溫了 所以打破這個蠻低的紀錄 再來是這個比較靠近深圳的這個星界區 氣溫呢是只有7度 以及呢在星界的這個是北部的地方 這個東部的沙田區是填海新市鎮 氣溫呢只有7.4度 以及在星界的這個就是他們東部的地方 這叫做達古嶺也只有6.3度 都是不到10度的低溫 所以可能對香港人來說 過這個Christmas可能就有feel了 是沒錯 所以提醒如果接下來下禮拜 有要去香港的觀眾朋友 要多穿一點了 對 那這麼冷的天氣當然也非常適合 吃完熱湯圓應景冬至 所以大家回去也可以吃完熱湯圓 那我們也謝謝韻文今天來到節目現場 幫我們進行分析謝謝韻文 謝謝幸運 謝謝大家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大家知道中國大陸跟菲律賓最近 在南海的局勢可以說是非常的緊張 而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他更說了 兩國的關係來到了所謂的十字路口 警告菲律賓務必要謹慎行事 而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可是呢 他說絕對不會屈服於脅迫 而且他們的空需也花了30億台幣 向日本來購買四套的空中監視雷達系統 眼前這座巨大白色圓頂建築物 就是菲律賓向日本購買的 第一座空中監視雷達系統 也是日本2014年放寬武器貿易禁令以來 第一次出口整套防禦系統 菲律賓空軍總共花了55億批索相當於台幣30億元 購買三座固定式和一座移動式空中監視雷達系統 20號已經在呂宋島西北部正式啟動第一座 其他的系統預計將在未來兩年內建設 有軍事分析師預估其中一座將設置在靠近台灣的 何去何從的選擇 非方務必要慎重行事 小馬克氏還誓言要加強軍事現代化 就在中非兩國關係降溫之際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宣布主席布朗 已經和大陸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長劉正麗會談 代表中美在去年裴洛西來台軍事斷線後 這回終於恢復通話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發生了誇張的醫療問題 在廣西有一家眼科醫院 因為雙方手術台上疑似溝通不良 醫生當場垂打患者也導致患者術後失明 眼科手術台上 醫生竟然粗暴地旋擊患者頭部 不用緊不用緊 微博上曝光這段發生在2019年的醫療暴力 釋發醫院是中國大陸連鎖的愛爾眼科 在廣西的桂港分院 指導的醫生是兼任院長 患者因為左眼把內障看不清楚才進行手術 沒想到手術後左眼失明 該醫院聲明CEO被免職院長停職 但是聲稱因為局部麻醉患者人不舒服 伸手試圖觸摸眼部 但是眼部周遭是手術的無菌區 一旦觸摸可能發生感染 患者聽不懂普通話多次提醒無效 醫生為了避免發生危險情急之下 粗暴地對待患者 調查組認為不論是什麼原因 醫生都絕不可以粗暴地對待患者 中國當中醫療問題 廣東還出現假藥酒 一堆海馬只要約120台幣 受害者喝了兩年 才發現是塑膠製的假海馬 陸媒指出一堆海馬 正常行情至少200人民幣 超過800台幣 天冷喝藥酒進補 得注意藥酒購買來源 在昨天海湖潛艦有官兵落海 而有三人到現在還在失聯搜救當中 而當然今天落海空持續的大規模來進行海搜 而海軍也初步調查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主要就是因為海湖艦隊 他們在潛航的過程當中 突然發現救難的浮標蓋鬆動了 所以他們的艦長才會下令要浮出來浮航 那麼就派官兵到甲板來檢修 沒想到受到擁浪的影響 這個安全所變形鬆脫 所以才導致六人落海 海軍三名官兵落海下落不明 軍方出動搜救機 空勤總隊也出動直升機搜索 五艘軍艦 三艘巡防艦和兩艘巡防艇 持續搜索不放棄 因為碰上寒流低溫 救人可不容患 海軍原本說是官兵的安全所撕裂 後來強調安全所沒有斷裂 而是變形鬆脫才導致人員落水 二十一號中午 海湖艦正在進行潛航過程當中 突然發現救難浮標蓋板鬆動 艦長下令浮航派出官兵到甲板檢修 分三批上了甲板之後 總共陸續有六員落水 當時共有三梯次登板 第一梯次兩人進行檢修 但湧浪打來 兩人不慎落海 第二梯次大約五六人上甲板救援 但救援人員也被海浪打落 前後六人落海再派出第三梯次人員搶救 總共十一人登上甲板 結果三人獲救 三人失蹤 獲救的三人二十二號清晨才抵達本島 其中有五名官兵緊急送到海種急診 四人差錯傷沒有大礙 不過有一人手部骨折 疑似在船艙中受到劇烈撞擊 需要緊急開刀 軍方強調落海的官兵都有穿新式救生衣 陸海空全面出動救援 分七大區塊搜索 每四小時依陽流及潮汐變化調整範圍 與時間賽跑 期盼能盡速找到失聯的三名官兵 TVBS新聞 埃昭賢 高雄報導 好 前接官兵意外落水 我剛剛新聞裡面有講到 當時他們其實是在檢修裝備 但是軍事專家就質疑說 這個安全裝備真的會說掉就掉嗎 另外海軍艦隊之前 在昨天的時候也說了 這些官兵當時遇到十米高的大浪 所以才會導致他們被打落 但是其實根據觀測站顯示 當時的浪高大約只有一公尺左右 那麼其實國防部長南下 在探視官兵的時候他也說了 還會決定照常演練 絕對不是陳皮膚之勇 海湖潛艦官兵落海同袍搜救中 大浪晃動船身劇烈撞擊也受了傷 國防部長邱國正 事發隔天前往醫院探視 四名海軍住院修養 其中一人手部骨折需要開刀治療 家屬都已經到院陪伴這一側 在例行性的演練中驚險落海 軍方說是突然遇上十公尺高的湧浪 根據當天附近觀測站的數據來看 風速約三四級 浪高約在一公尺左右 但21號冷氣團南下 氣象專家表示 海面風速增強 再加上海湖潛艦浮出水面 浪花拍打下的確有可能會激起十米浪花 原本海湖潛艦一直潛在水底下 艦長發現裝備脫落 才立即向上浮 並派員登甲板檢修 大浪來襲 六名官兵意外追入海中 其他同袍也下海救援 潛艦本身是很光光滑滑 就跟你飛機來講 什麼的 這架飛機某樣東西掉下來 你在高空飛飛一樣東西掉下來 那些感覺好像這個潛艦有點滴綠蠟 可能會把這個蓋打開 打開讓這個浮標出來 艦長可能就好像考到 艦隊會對將來 航行可能會有影響 所以要做一個 把上一個搶修 軍方澄清浮標是飄出來的 並非脫落或是損壞 不過不只軍方急著找人 家屬更是著急 海軍官兵的親友 請鄰員漁民幫幫忙 在海面上斜巡 穿著紅色救生衣的人 天文一出簽名網友留言集氣 為三名失聯者祈福 TVBS新聞艾照顯靈 加嚴森小組高雄報導 來關心政治消息 2024大選倒數三週 經歷上週的首場證件會之後 現在TVBS最新民調 也出爐了侯康沛跟賴蕭沛差距 只剩下一個百分點 我們來看到TVBS今天的最新民調 民進黨的賴蕭沛支持度是33% 對比12月12號公布的民調 民進黨的組合支持度下滑了3個百分點 而且當中50到55歲的支持者 掉了7個百分點 另外我們來看到侯康沛 這個支持度維持32% 跟上一次公布的民調是持平的 但是當中50到59歲的年齡層 支持度增加了7個百分點 至於民眾黨的柯銀沛呢 民調是24% 而且其實跟上一次比呢 增加了兩個百分點 年輕選民的支持度也上升了 20到29歲增加了7個百分點 而現在呢當然選舉接近了 候選人都非常努力的在跑選舉行程 我們來看到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他今天是沒有公開行程的 但是接下來在明天呢 他就要回到他的新竹老家來造勢 晚上還要趕場到高雄參加三分大造勢 而今天呢國民黨的侯友宜 也回防自己的老家鄉嘉義 剛好民進黨的賴清德環島在今天 也抵達嘉義囉 雖然雙方是王不見王 但是平常叫自己的意味很濃厚 而且侯友宜甚至找來民進黨的前議員 幫忙站台 回到出生地嘉義蒲子掃街前侯友宜有話要對 已故父母說 代替父母向在地相親道歉 因為有交代不辦喪事 回到家人安眠的地方 當侯友宜除了傷感更要力拼嘉義翻轉 畢竟連前民進黨及議員都來力挺站台 前民進黨議員黃文峰是侯友宜的老同學 不只發加油棒力挺同樣也是民進黨的老婆 更擔任侯友宜的掃街麥克風手 只是妻子和現任議員女兒黃英俊 黨籍目前都被停權中 而黃文峰目前沒黨職也說 若黨要處理他尊重 有他黨相挺 侯友宜氣勢滿滿 侯友宜回到家鄉鋪子來車掃 可以看到現場非常多的民眾來立體 那麼今天嘉義其實很熱鬧 上午有蔡英文還有行政院長陳建仁 下午對手賴清德也在這裡造勢 民進黨賴清德環島拼圖也是來到了嘉義太保 當然也是帶著當機的令委候選人一起上台 除了要鞏固基本牌也是希望可以擴大支持度 更是兩人隔空造劑意味相當冷厚 先前發好雨要贏侯本民區10萬票 但現在各家民調看來有拉鋸趨勢 又有黨籍前議員倒戈 不好意思這個黃文峰的黨籍問題 因為之前這個黨部事實上都已經有 做相關的一些收證怎樣 至於他今天又做這樣的表態 那我想這個地方黨部應該會做妥事的處理 看來綠營在嘉義也不能太掉以輕心 你們會上去嘉義長寶島 我們來看到近期不少總統候選人 都陷入了土地的爭議 那麼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他被爆出農地違法使用之後 柯文哲動作非常的快 他在今天已經派人進場開挖水泥塊 而過去在2009年到2023年 這一塊農地農舍和停車廠收租 一共是120萬元 柯文哲也說會全部捐給新竹市政府的社會局 而另外呢同樣就是賴清德 他的萬里老家陷入了所謂的這個違建的爭議 賴清德日前也說要把老家信託捐出來 當作是礦工生活紀念館 他一說呢民進腦欲立刻喊話侯友宜 覺得侯友宜也應該要捐出他在文化大學附近的 大群館的房產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其實最近網路上有一個議題開始發酵 也就是很多開始出現所謂的礦工後代的新生 甚至像是吳念珍 他也是出自礦工家庭 他在2019年的作品也突然被分享轉發 礦工專注的工作神情透過藝術家凌望的手一一呈現 因為身為礦工之子的他跟礦工有著深厚連結 尤其聽到賴清德要把老家信託捐出當博物館 更立刻送上創作 大附總統他說這個要捐出來當紀念館 那我非常高興就捐出來 如此積極或許也是當年父親妹妹的辛苦 他認為不能忘 在裡面是很危險的 幾乎跟作戰一樣 你如果沒有時候互相照顧 那生命是非常危險的 礦工後代的現身說法 似乎也讓民進黨抓到反擊點 同樣出自礦工家庭的吳念珍 其2019年的創作 網路突然瘋傳 包括走把刀也說 是模模糊糊的看完分享轉發 吳念珍已要死 也要先吃一段保衛題 講述小時的佳評 罹患中而言 沒錢看醫生 全家值錢的只有父親的手錶 另一頭陳其邁跟進賴清德的腳步 要侯友宜捐出大軍官 像侯市長的大軍官 這個也很難想像說 只有99個門牌 那到底是不是能夠更加的貼近民意 那我想這個標準是一致的 一個是既存違建沒有繳稅 一個是合法的建築 而且還有開發票繳稅 到底是非對錯 我相信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自己要當神隊友還是豬隊友 只是侯伴大三陳其邁時 自家黨員 卻跑到北檢控告趙少康 只拿出辭職書 就等於辭職生效 要趙少康別再拖 這又是哪種隊友 他錯啦 而且他又在電視上面 那麼驕傲的講話 我當然要把黨的利益放在一邊 藍綠酒粒還有自家人也參戰 齊比別的新聞 劉立成全煥柔 台北報導 台中北屯有居民不滿 本來台電說明天也就是周六 要停電施工 他們還提早應應 有人買了發電機 有人還特別把活動給延期 結果台電突然又說停電取消 一問之下才發現總統蔡英文 他們要來幫忙助選 所以台電才縮小了施工的範圍 不過居民就不高興 覺得說一個地方一個市場 有攤商要停電 有的不用停電 覺得怎麼不統一呢 家家戶戶門口被貼了一張紅單 提醒12月23號 停電要及早準備 有藥局因此將當天樂齡活動延期 還有店家買了發電機因應 不過幾天後突然出現轉折 這裡是台中市北屯區四張梨附近 居民說總統蔡英文12月23號下午 要來幫民進黨籍立委候選人 站台助選 不能沒有電 台電早就訂好的停電維修計畫 被迫取消 而12號下午活動現場 開始搭舞台與棚架 不過本來說好的停電區域 卻被一分為二 同一個菜市場內 有些攤商要停電 有些不用停 居民說市場內 有兩條不同線路 一條走水南路線路 另一條是跟造勢活動現場 這一處公廟一樣 走昌坪線路 所以以昌坪線路為主的店家住家 取消停電 但水南路線路的還是照常停電 不過許多民眾根本不清楚自己家 或店裡走哪一條線路 不確定週六是不是也取消停電了 有人批一地兩制 也有人緩家 認為總統要來 為安相對很重要 當然不能停電 台電則解釋 當地的停電是為了更換自動化開關 本來只有一兩戶反映 希望更改施工日期 後來是接獲了廟方來電 說要辦活動 考量到活動設計作業安排 時程跟動員的人力規模廣 活動改期不易 所以台電決定才分段施工 縮小施工及停電範圍 TVBS新聞 廖文和洪彩文台中採訪報導 民眾黨前秘書長謝立功 他日前開記者會喊話 柯文哲進辦的總幹事黃珊珊 應該要訂下兩項的KPI 第一項就是柯文哲總統票數 要拿到第二名 第二個是不分區立委席次 要超過八席 如果這些都沒有達到的話 黃珊珊就應該要主動的來請辭 對此黃珊珊就回應了 如果真的要訂KPI的話 應該要訂在第一名 而不是第二名 民眾黨的記者會上大談居住正義 還邀請長期關注都 跟AWAS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彭揚凱 也出席 只是同時主席柯文哲 卻也爆出農地 違法使用 賴清德副總統 從二零二三年的九月六號 一直到他宣布要用公益信託 應該是前天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由此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柯主席面對這個外界所關注的爭議 我們向來是這個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他英文他因為被選總統的時候 被質疑說他家族他名下有很多土地 當時的柯文哲還沒有當選 當選了市長也出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一定是家族買的 應該不是蔡英文自己買的 他也幫他還家 繁咬綠雲才是不正義的那一方 黃珊珊跟易當年柯文哲如何 聲援蔡英文的家族財產 暗算民進黨不厚道 選佔操盤手瞄準綠營 是否也因為被自家人卸力公公開批評 撫損不利 且更被下站鐵 若柯文哲得票未達第二名 或民眾黨不分區未有八席 做得請辭立委 亦是負責 我們的KPI應該是取得勝選 沒有人會把自己的KPI定在第二名 另外不是個人的問題 也不是個人去留的問題 這是一場重要的選舉 我們是以勝選為目標 如果真的你對於總統選舉 那麼樣有信心 當然KPI本來就定第一名 所以我很高興他能夠回應說 他不以第二名為滿足 他既然是第一名 那就明確地表態嘛 說好的團結 看起來高層兼 心有千千結 最近發生很多起托嬰中心虐爾案 不過家長想要調監視器的時候 業者都說故障沒有辦法看到畫面 所以現在衛福部規劃明年要廣設 所謂的拖嬰監管雲 可以把這些監視器畫面保存影像30天 但是現在藍營立委以資安一律 凍結全部的預算 也遭到民進黨的抨擊 不過現在時代力量也跳出來說 其實這一個法案的預算呢 藍綠白各黨其實都曾經一度阻擋 保障員方也保障家長的這樣子的動作 那所以其實我們不能夠理解的就是 為什麼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你們全黨團都要阻擋這樣的預算 炮口對著國民黨控訴藍營卡 拖嬰監管雲這個系統預計 明年建制要求拖嬰中心的監視器畫面 都要上傳到中央雲端備份 但時代力量批綠營也好不到哪裡去 你的案是要凍結一千三百萬 後來改成主決議 為什麼我要去支持啊 我們是主張2.6億要趕快去用 製作圖卡控訴藍綠白都曾一定程度 凍結監管雲 例如藍營要全數凍結 民眾黨卡六千萬預算 民進黨則凍結2.6億元的百分之五 一千三百萬元 雖然最後綠營採主決議方是通過 預算沒被凍結 但要求衛福部要跟業者溝通 今天卻因為各黨都在擋這個預算 都在凍結這個預算 就反而回頭來說 我是不像業者的門神 我想這樣的說法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綠營則回應要求衛福部開會溝通 哪裡不對 藍營的立場則遭家長痛批 但是你也有別的方法 很簡單 你只要加強計查 你只要加強去抽查 這事件發生之後 如果要上官司了 我們重要的關鍵證據 我們是沒有辦法取得的 家長都擔心各自外境 而引起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治安的問題應該是從治安的方向去做討論 而不是說把這個政策一再的這樣子否決掉 我是曝露在所有人 任何人 任何地方 誰會上去看我都不知道 老師的不安全感來自這 所有的孩子包含患尿布 可能他的隱私的部位都是裸露的 立法院日前最後確定是通過了 脫嬰監管雲 但人免不了超越一片政治攻防 台中有一名機車騎士 他說他在路上遇到多元計程車惡意 而且甚至還在路上直接把他攔著停下來 當時計程車上還有乘客質疑 這真的非常危險 對此警方回應 在路上突然停車是非常危險 而且已經違規 將會依法開罰 機車綠燈起步後方多元計程車緊跟在後 不斷逼近機車騎士試圖閃躲 但對方直接就在路中央將他攔停 一次開車窗怒罵了幾句隨即離開現場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中青路二段上 當時騎士網路上發文指控 多元計程車的駕駛太過分 竟然在車上還有乘客的情況下惡意逼車 而根據騎士提供的行車記錄器影像來看 當時他先跨越到了快車道 繞過多元計程車超車 接著對方扁緩車道緊追騎後 一路是追了超過五百公尺 將騎士攔在路中央 時機回到事發路段查看 車流量大 幸好當時騎機車突然停在路中 沒有任何人撞上 目前多元計程車的平台 只有提供乘客檢舉管道 要是非乘客遇上駕駛違規 可以向警方檢舉 而當時駕駛涉及多項違規 警方表示將會依法置單開罰 TVBN新聞 在台北市有女老師發現她在如廁的時候 好像被人拿手機偷拍 當然了調查發現是有校外人士闖入 那怎麼樣闖入呢 其實她是透過旁邊興建的活動中心進入的 而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在南投 也有老師被指控騷擾女學生 而且甚至這名老師還嗆說要退休了 沒再怕 台北市一所學校興建活動中心 去年才正式啟用 如果不是學生下午五點之後 這邊有對外開放 但是卻有外人用這個方法闖入校園 學校委外廠商經營五點後開放 偏偏這時還有社團校隊在泳池活動 兩邊互通 不少家長都收到學校通知注意安全 因為這名嫌犯偷跑進學校 還躲在女廁裡面 事發在這個月18號 傍晚五點多 當時一名男子和警衛表示要找老師 卻說不清楚是找哪位老師被拒絕進入 後來他從旁邊的活動中心側門進來 並從連通道進到學校 還躲在旅車內 當時一名女老師如廁時發現被人偷拍 緊急通報校方立刻報警 學校已經要求委外廠商改為六點再開放 並決定家長接送不入校 宣導看見陌生人通報結辦行動 也會進行入侵演練 請警方加強巡邏 同為校園事件 南投一所學校則是由班導師騷擾女學生 不僅傳來各種曖昧訊息 甚至曾經趁女學生在保健室休息時 觸碰她的身體 校方接獲學生反應 卻以選舉期間為由 此時為召開性評會 加害的班導師更放話說自己快退休不會怕 但學校表示接獲檢舉隔天就召開了性評會 第二天找老師說明 第三天就決定停聘並未拖延 也會盡快釐清追究老師責任 TV的宣傳好報導 新北市土城有一家娃娃機店 遭人破壞了對壁 及業者透過雲端的監視器發現趕快報警 結果呢這個在門口把風的人 非常沒有意氣 看到警察來馬上就跑 把同伙留在裡面 娃娃機店裡一名黑衣男急衝衝走出去 連包包都不要了丟在地上 員警發現立刻追上前將他攔下 警方盤問他態度不配合 和店家確認後發現他就是剛剛 撬開對壁機的嫌犯 我叫你們喔 我把那個話 我跟住人可以啊 不要打我 放輕鬆你放輕鬆 一度想找機會開溜還是被壓制逮捕 13號下午4點多 40歲的盧姓男子持破壞工具 撬開對壁機 再拿破壞剪 咔嚓剪斷鎖頭 像挖到金庫一樣 零錢源源不絕掉下來 多到剪不完趕快叫同夥 進來幫忙分裝 台主從監視器遠端看到 地上怎麼都是錢 嚇得報警 神信同夥一看到警察 竟拋下朋友落跑 讓他獨自一人面對 我知人警察三次的 有一個 拿在那裡知人警察問什麼 他都問題 監視人員到場勘查 發現嫌犯只花了不到兩分鐘 就將兩個鎖頭破壞掉 整台對壁機恐怕報廢 員警拿水桶接力 才將一地的銅板清點完畢 數量多到得借鼠臂機 花了一小時終於算完 高達七萬七千多元 兩名嫌犯是打零工的同事 靠人力仲介派案 一起工作一起刑切 看到警察勸沒一起承擔 這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TV主席 吳俊綦綦綦新北市報導 警方逮到詐騙集團 沒想到這詐騙集團 嫌犯專門吸收白牌車司機 就載著車手去提款 而且一天酬勞高達七千元 車手提款之後 就直接在車上分贓 有如行動水風 多命警力包圍這輛白車 要裡面的人統統下來 駕駛和乘客還在猶豫 下一秒全部被拖下車 或許早料到這一天 三名嫌犯態度配合 放棄掙扎 他們都是詐騙集團成員 背包裡被搜出 大把大把的千元鈔 這些都是被害人的血汗錢 光是身上就有三百多萬現金 歹人地點在新北市三重一間銀行前 當時車手剛領完髒款 上車準備離開就被抓 詐騙集團在臉書LINE群組 騙被害人下載投資APP 一名女企業家 共匯款27次超過一億元 由於每次匯款金額太龐大 引發行員質疑通報警察 警方跟監一個多月鎖定徐姓主嫌 她外出從不開自己的車 多搭白牌車代步 再吸收服務好的司機 包下他們的一天 日薪五到七千 從外縣市開來 還會補貼油錢 五百到兩千元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徐姓主嫌 後面跟著三名收水手 和六名白牌車司機 司機們有人是房仲 有人在賣車兼職當司機 卻變成詐騙集團成員 負責在車手領款監控他們領錢 車手以領公司工程款為由 零貴提倡款一次上百萬 拿到後交給車上的收水手 收水會把獎金酬勞分給司機 再把車手踢下車 要他們留意訊息 下次再告知領錢地點 吸收了白牌車司機斜槓賺外快 並依照LINE群組的指示 前往各地再送的車手 收水照水至各地的銀行 開離公司戶及零貴的提款 隨即上白牌車眼人耳目 白牌車變成分贓地點 有如行動水房 司機斜槓賺車手賺得快 被抓也很快 TVB電視兄 吳俊黃建國簡約期 新北視報導 天氣了 你有在用暖暖包嗎 現在有很多種 像是有一種頸掛式 掛在脖子上保暖 另外還有貼在腳底的 但醫生就提醒 如果你有香港腳 或是有發炎 長濕疹的病患 就不要用 另外醫生也提醒 暖暖包最高溫 可以到40到50度 所以不管是哪一種 最好還是要隔著衣服使用 天冷买来各式各样暖暖包温暖身体 像这种大家常用的手握式 打开来和空气接触马上发热 除了暖手暖暖包如果放在口袋里或衣物里 温度可能到达40到50度 还有这种粘贴式的撕开背胶可以粘贴不掉落 但最好要贴在一到两层的衣物上 还有像脂肪比较厚的肚子等等部位 要避开眼周脸部和靠近心脏的位置 更不要直接贴在皮肤上 医师提醒暖暖包也有烫伤风险 还有细条型特殊款的肩颈专用挂式暖暖包 标榜平均温度42度可以挂在脖子上也没问题 但医师说最好要隔着衣服比较保险 甚至也有出鞋垫型的暖包可以放在鞋底 但包装上有特别提醒使用时必须穿袜子 医师说脚底皮肤比较耐热 买不到鞋垫款也可以用一般暖暖包来替代 不过如果有香港脚皮肤发炎 湿疹脱皮的人最好不要用 市面上有许多造型暖暖包 像是印刷卡通图案三眼怪的图样 或是暖暖包的造型就是一只米其头的造型 但不管用哪一款觉得太热就要马上离开 TV新闻 宣布点曹征人 台北采访不懂 好 大家讲到法国应该都觉得非常向往 非常的浪漫 当然有时候在台湾没办法到法国吃一些法国的甜点 都会觉得自己感觉好像到了那里觉得有那种氛围 但是现在呢在台湾有百万订阅的YouTuber就说 台湾有很多的甜点打着法式的名号 但根本其实在法国他就完全都没有看过 法国YouTuber Koo de Monde点评台湾食物 直言有些商品根本不是法国来的 不止法兰苍被说是偏很大 小番重人 我从来的东西都没有看过了一种糖尿的糖尿 除了台湾 对 你必须看到那些东西 你根本不觉得是中国的东西 这就是那个功能在台湾的销唾 西裝起司,法式千層蛋糕 可麗餅等產品都被點名 尤其可麗餅還讓一旁的 Ena崩潰直呼 怎麼會適應的餅皮 影片上架後 許多人恍然大悟 也有不少人直呼很中肯 分析其實像正宗的 法式可麗餅是軟皮的 裡面通常會捲奶油 酷的夢時常找來國外好友 一起品嘗台灣美食 他已經從法國來台常駐超過五年 並在上個月獲得台灣永久居留 愛台灣的他這一次受不了 希望大家別再誤會法國食物 儘管許多人突破盲點是偽法式 不過這類商品行銷手法 也帶來更多習近度 TVBS新聞許家瑞宏挺台報道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